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曼聯有很多好龍門,包括迪基亞軒仔 大家猜不猜到我們純粹在守門員的支出 每星期只有守門員的薪金,我們要付多少錢呢? 總共每星期曼聯都要付60萬磅 即是600多萬港幣 這個守門員的薪金 當然,其實很大部份去了哪裏大家都明白 但是就算那位球員拿了大部份之餘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所以看來這個夏天 就會有幾位球員懸弱不會再續 還有 守門員那裏都應該會有些執位 究竟會怎樣發生呢? 儘管看看Manchester Evening News那裏怎樣跟我們報道 首先兩位畫面見到的兩位 就是諾米露 和Joe Piera 高大的彭尼娜 另外Anders Piera是比較小的 這個叫大一點的彭尼娜 兩個 如無意外 今年的元季都會被放走了 其實 還有一個自動做的條款 不過多數九成九都不會再 感動了 即是說懸弱就完 羅美露33歲 今季就沒有踢過了 大家也明白 我們都討論很多 關於 晚亂對他 算不算是有情有義呢? 我看到很多朋友之前都 討論過 基本上 現在的龍門來說 包括迪基 軒仔 一二選 然後 Le Grant Nayton Bishop 然後才到 因為在 球員的註冊名單 就是這樣顯示 這位阿根廷的門將 很可惜 之前的兩個轉會槍都嘗試 去轉會走 但都轉不了 最經典那次應該都是 愛華頓那次 真的有時 轉會的東西 是因緣製喻的 有時轉會費 那些人工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談 亦都令到他 在馬亂 所以 接下來的夏天 他就自由身 我相信 只要他肯減少少人工 大把球會要他 因為羅美魯 我也很同意 是一個很好的龍門 雖然33歲 但肯定還可以打多幾年 另外一位就是 祖爾彭利娜 24歲 今季就輾轉 這幾年都不停外借出去 三年都沒有在蠻聯裏 剛才最後到達斯菲 這位球員也挺有趣的 摩連奴年代 他就是我們的第3號門將 其實我看過他踢幾場球 身材還不錯 但手法上 可能也不是太完美 相對來說也有點瑕疵 亦都因為這樣 很多時候他外借出去 都拿不到正選位置 當時以為他繼續進步的話 有些機會 但現在看過勢 他都會離開萬亂 接著 U23的門將 是Paul Wollstone 22歲 亦都 有機會 會被放走 因為 看看 對 對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Lee Grant 大家也知道他本身已經38歲 他當時由市督城轉過來 萬亂 已經說明 其實在很大程度上 希望他可以 在職業生涯裡面 踢完這幾兩年的話 就轉為我們的守門員 訓練員 所以 雖然 Lee Grant 雖然懸弱 但仍然有機會留下 做守門員的訓練員 因為現在 很多時候 我們熱身的時候 都會有他份參與 有機會留下 說回60萬人工來講 當然 最大的部分 就是 迪基亞 30歲的迪基亞 根據 MHC News 說他的人工 是30萬磅 一個星期 軒仔 23歲 即是我們的第2把交椅 其實我覺得 應該要爭取上第1把交椅 剛剛逐一約 也有10萬磅 的周身 即是說 就算扣除了他兩個 40萬磅的周身 加起來 還有20萬磅周身 要出給其他的龍門 所以說真的 我們的龍門支出 相當之大 接下來的季 我想大家最有趣的 就是 會見到兩件事 第一件事 軒仔 是不是有能力 或者有沒有機會 成功挑戰 迪基亞所謂的一哥位置 我假設 蘇斯卡賊仍然都覺得 龍門不能夠輪門 我假設這件事 究竟軒仔是不是可以挑戰 迪基亞 拿到一哥位置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更加有趣 就是第3門將 剛才我們所說 無論是羅美魯 彭尼娜 或者是 李克勒 也不會是第3門將 究竟 23門將 烏斯頓都會放走 究竟 誰會有機會 欠到第3門將的位置 其實 也是一個 有趣的事件 萬聯的守門員的將來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競爭的包括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21歲的Bishop 這個就是 一年前左右 和 Buno和一個絕會槍過來 從South End轉過來的 這位龍門 其實他也是 上癮的機會不多 因為他沒有踢於二三 但經常貼著一隊早年 這個比較過癮 另外就是 這位 Kovar Mark Tekovar 這個 Track Republic的門將 20歲 之前就借了去Swindon Town 原來他明年又懸約了 所以他究竟會不會續約 也是一個 有趣的 究竟他的表現是怎樣 其實Mark Tekovar 他去了Swindon Town 我沒有看他 但Tek Yui 23的時候 我覺得他還不錯 如果你說他 站在第三門將的位置繼續訓練他 我自己覺得也是有可能 另外還有兩個我就不太熟 就叫做 Henri Masny 和 Red Vita 這兩個都是年輕的門將來的 這兩個都不熟 所以我都評論不到 所以暫時 如果讓我看到的話 競爭應該就是 Naton Bishop 和 Kovar Bishop一定是 比較熱門一些 這個第三門將的位置 另外還有一個球員 並不是門將 不過這邊也有說到 就是我們 一兩個月前提過的一位年輕的 西班牙的 邊線球員 或者現在都打中間的 Pishmo Pishmo 是打右邊的 最初來到 2017年來曼聯 現在是20歲 最初來到很過癮的 第一年打於18 被他打了右閘 我當時就估計應該是給他適應不同的位置 尤其是如果他打右邊的進攻 就要跟右邊的 習位球員去配合 但是 慢慢慢慢打了兩三年 在萬聯都 現在 看樣子都是打這個右邊 的易位與中場之間的位置 但是老實說 我們之前也說過 他的打法削高 也是比較傳統的右中場 所以看樣子他在萬聯就未必 那麼幫到手 我懷疑 U隊也曾經嘗試改造他 試打防中 但是結果也不是那麼理想 現在傳聞 他就有機會回到西班牙 還要 有可能去 巴塞隆拿 這樣 所以 祝他好運 Pishmo這個球員其實這幾年 我看他的U隊看到他有進步 但是始終在打法上 可能 我們現在一隊的所謂的打法 就 不是那麼合格 因為他就不是那麼打速度型的球員 所以 如果 我們萬聯不是轉型 去打一些比較有組織的 進攻的話 Pishmo在萬聯的機會 都相當失勢 他這個傳聞說他回西班牙 甚至乎 如果那隊是巴塞隆拿的話 我想他都應該不會 怎樣考慮 不如再留在萬聯的 儘管看看 究竟會怎樣發生 OK 這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